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7個熱門的東京近郊景點 所有的景點詳細介紹呢 在我們的頻道都有獨立的影片 我們會把影片的連結放在敘述之中 我們會把影片的連結放在敘述之中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7個熱門的東京近郊景點 可以點過去看看喔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清景澤 清景澤距離東京大約1個小時的車程 同時它也是東京園的避暑勝地 清景澤的王子Outlet就在車站旁 它的精品品牌數相當齊全 而且腹地很廣大 Outlet這邊還有個叫未知街的地方 然後這條街上大概有快要10家的餐廳 然後比起美食街來的話更寬敞 然後可以吃得更舒服 鬼鴨出源距離清景澤車站 開車大約30分鐘左右 有著火山噴發岩石的地形 景觀相當的特殊 白蜜之龍距離市中心的交通大約15分鐘 它跟一般那種很高的部分 雖然不同它比較矮 但是它在這個寬70公尺的岩壁上 中年它都流不停 即使是冬天的時候也不會凍結喔 清景澤也有許多著名的教堂 像是石枝教堂 在我身後遠方的就是石枝教堂的入口 看起來超有味道的 以及高原教會秋天的楓葉 都是拍婚紗的絕美景點 想買東西的話 就清景澤商店街有販賣當地的土產 紀念品以及小吃 清景澤的熱狗還是蠻紅的喔 我們來買一下清景澤的窯出布丁 試試看看 很濃郁耶 我們現在到了虞樹街的小鎮 這邊有餐廳、商店街還有一些自然景觀 虞樹街小鎮是以木造房屋為主 逛起來很舒服的區域 另外距離車站 走路10分鐘的雲場池 搭配秋天的時候 枫葉在雪雲上的倒影 是個壁房的絕美景點喔 蓮倉江之島是東京人春夏必訪的繡球花 以及海灘勝地 也因曾經是蓮倉幕府政權所在地 而富含歷史文化遺跡 蓮倉小鼎通商店街 是來到蓮倉必逛的商店街 有許多當地的小吃及名產 我們來買買看蓮倉大人氣的熱狗 今天是蠻特別的披薩口味的熱狗 歷史悠久的建築 則包含了鶴鋼八番宮 高德院的蓮倉大婆 以及可以眺望海濱風景的陳舊院 登上陳舊院就能看到無敵海景 這邊六月的時候也有秀學花可以看 夏季最受歡迎的湘南海岸 我們推薦可以到七里之冰 這裡不但可以玩水 還有不少海邊的景觀餐廳 像是這家Pacific Drive-In 七里之冰的下兩站就是江之島了 走吧 我們上去江之島 在這個獨立的小島上 有變才天重劍視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有很多特色小屋跟土場 商店街有蠻好的海鮮串 在這裡你可以一邊登山一邊欣賞神社與自然結合的風景 最後到海邊看最美的富士山西洋海景 建議在海邊搭乘遊覽船回去 可以消除爬山過來的疲勞 也能看到沉船才有的風景喔 橫濱是距離東京最近的大型都市 從澀谷過去只需要三十分鐘 因其開港通商的關係 有許多富含歷史意義的陽世建築 絕對不能錯過的是從大棧橋看過去的橫濱港未來夜景 以及大棧橋本身的建築設計 古城後方有這一大片廣場啊 在天氣好的時候來還蠻適合坐在這裡優勤兩天的 另外保留著舊日風情的紅磚倉庫 除了建築外表以外 裡面也有不少店家及餐廳 最後推薦大家 搭乘港未來摩天輪 可以看到橫濱港的夜景 也是情侶約會的首選 接下來介紹這幾年很熱門被稱為小江戶的穿越 從池帶到穿越最快只要二十七分鐘 被稱為小江戶的主因就是主要道路重庭 保留的傳統建築 彷彿回到江戶時代 在這條主要的道路上呢 有相當多的手工藝品 特色的餐廳 足品有進油 我們剛剛買了一個熱騰騰的江戶的果子 裡面有紅豆跟地瓜耶 然後真的熱熱的 我覺得還不錯 蠻沙子的 我們推薦兩個在穿越火炬特色的神社 可以體驗特殊洗錢儀式的熊野神社 洗錢囉 來洗個五百元 以及祈求戀愛運 體驗釣鯛魚解籤的冰川神社 這邊的特色呢 是三百元可以釣一個鯛魚 然後求姻緣 唉唷唉唷 還滿難鯛的喔 大家 還滿難鯛的喔 出乎意料 丟到營圓囉 沖到小吉耶 跟女友有希望喔 帶大家走一下這個沖馬惠馬的通道吧 也可以在果子烏痕丁 尝试到传统日式风味的甜点 位于神奈川县的香根 是以温泉跟美食所闻名的 从东京坐车过去 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 来香根推荐一定要住在温泉旅馆 体验道地的日式泡汤文化 大永古 是一个类似阳明山小游坑的地方 它有着自然的火山硫磺景观 以及缆车、富士山、温泉黑玉子等 大永古最出名的黑色温泉山 听说只一个可以多过七年哦 哇,感觉我多过过七年耶 雕刻之森是日本第一个户外美术馆 有着国际知名的雕塑作品 而且适合亲子同游 卢之湖环湖步道风景非常宜人 其中必拍的景点香根神社 因为助力在湖中而闻名 香根湖本商店街有贩卖温泉香的涂产哦 香根湖本的小商店都非常富富很有味道哦 日光距离东京约两个小时的车程 是一个兼具历史还有观光风景的景点 拥有四百年以上历史的东照宫被列为世界遗产 拥有大量的古迹与国宝 这国宝阳明门是2017年3月才修产完成的哦 以中禅寺湖为中心的风景则包含了各大瀑布 像是汤龙 华岩龙 龙头龙 建于八世纪的中禅寺 不仅历史悠久 还能欣赏到中禅寺湖的风景 附近还有当年的避暑圣地 英国领事馆 其特色的木造建筑与湖景相当吸引人 位在长野县的松本市 是一个小而精致而且观光客不多的城市 从东京过去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 它是以松本城为中心所建造的城下亭 松本城拥有超过五百年的历史 城内的天守是日本现存的十二座天守之一 这里也是日本知名艺术家草菅迷生的故乡 在松本市立美术馆可以看到许多他的作品 在我后方就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幻之华 你看这可口可乐贩卖机的第一排是草菅迷生的罐子 松本还有许多特殊设计的文青咖啡店 都很有自己的味道 阿卡塔诺摩里公园内有旧制松本高等校校舍 是日本重要文化财 也别忘了来逛逛四柱神社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以及有浓厚怀旧风情的中挺通商店街哦 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七个东京热门的近郊景点啦 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景点放进属于你的东京的行程中 再次提醒一下 这次介绍的每一个景点都有独立的影片在我们的频道之中 我们会把影片的连结放在叙述之中 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去看看哦 还有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内容的话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粉丝专页 我是文大家下次见罗拜拜